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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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从容 大家各走各的 静观其变 是的 跳 对 还是飞 直接点栏目 对 小鱼这个下法我觉得 超出了很多其有的想象 现在这也是非常流行的 已经流行到有点泛滥的地步了 直接点栏目 直接就栏目就来了 这也是在以前的棋谱里边 从来没有发现过的 发生过的下法 一般的下法 要不就是飞二路 要不就是拆 拆 拆 拆回来 直接在这边没有接应的情况下 直接点栏目 这就是近些年刚出现的 我觉得这个点也表明了小鱼的一个决心 就是说我这盘棋要用力量 从这个点33开始显示 是的 是暂时搬 盘棋搬向也是一种反击 如果拐的话 无论如何都是被黑棋便宜了 对 不管虎或者街 这样等于让黑棋的意图达到 要回如院了 对 好 那么实在是这样 这是超流行 对 目前是非常流行的下法 已经都定式化了 这也要靠 格式化了吧 我们已经格式化了 如果没有这个字 你这靠可能还不着急 有了这个字 这要被黑棋飞起来 这个就快废了 所以这个必须得靠住 对 这是一个连贯下法 非常好 黑棋是长 白棋接住 白棋接 白棋这样它又接上 黑棋这部加非常要紧 这是这个定式的关键所带 后续的一个下法 对 如果你要走普通的定式冲了 沾上 那这个就黑棋这个庙位全无了 这个庙位就在一家 先侍你应手 如果你要立 对 它再冲一下再接 咱们再冲了长完再接上 这个家便宜了 因为以后在家你就是搬的 这样 这个必须补 这个是 这样就必须补 这样它就 这两个家的话 黑棋便宜了 因为你要后走 它总是搬的 对 而它现在家的时候 白棋如果搬 就像实战这样 黑棋可以先步步 先拆边 它因为它本身是活棋 多了这个家 脚里头 白棋很难吃这个黑棋了 因为黑棋多了一个力的先手 等于是活棋了 也没有近活 但是你吃它会非常不方便 对 这个家起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一子两用 要下这个变化 一定得记住这个家 多家一手 不可以做过 这是他们实战的一个精诚 接不断 对 实战是得接了一个 即便你多了一个接 脚里头 你仍然无法进吃黑棋 对 这个脚里的结是这样的 搬一个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摆一摆吧 对 这个你猴一个也很关键 如果你要先把这下立掉 把电话走近来 就是为什么有先手一定要保留呢 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先手走掉 这个地方 白棋就有杀架了 白棋点在这里 对 你挡 你挡 我再点 对 他可以冲一个吧 我一叫吃 我这个棋里头死掉了 你一叫吃 他爬进去 对 净死了 所以这个有些先手一定要保留 而你一猴这个局部就是结火 一猴白棋搬 搬大概白棋 你再打住 对 这黑棋点 已经呈现结火了 是 结火呢 这个在部局阶段 你看 这个角因为已经被白棋围在里面了 即便全部舍弃也就二十多目 外边任何一个大厂价值也都有二十多目 对 这里边两手棋它能得二十多目 那显然不如这个一手二十多目大 所以说黑棋也一定会是拖先的 我觉得围棋这个牧鼠要不断的判断 大小围棋就是什么大小啊 攻守啊 什么这些选择 是 好实际上是黑棋手脚 手脚 这个第一盘 我记得小鱼是下的这个 对 然后他走这个 然后他这个拆了一下 然后被这挂进去 对对对 这个局部小鱼吃了大亏 这个丁锋吸取第一盘的教训呢 这盘棋小鱼做了改进 改进 升级版了 先守住这个脚 这个时候白棋下的很有趣 它是吊了一个 白棋这部棋 二五青分 是 很多棋有很熟悉的下方 对 这也是现在这个 其实现在这棋坛也是 也是跟一阵风一样 什么流行 大家一窝都是这个 现在流行了 这个也很流行 白棋这个下方 这个黑棋 这时候迎来这个第一个局面选择 也是这排棋的一个分水岭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实战小鱼选择了这个 搭一个 对 这部我觉得有点问题 这个搭 因为这个局面 厚薄非常重要 白棋这边已经构筑了一个厚势了 黑棋这个虽然说拆回来了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眼位不全 还是有点薄 这时候应该照顾一下这个薄的地方 这个黑棋应该选择这个地方 那简单的情况是摆一下变化 这个定式 白棋肠 斑 如果说 也是标准下方 也请请我们记住 断 打吃一下重要 打吃一下 打中 打中 是为了不要这个字 你拖的时候 这样我就这个字可以不要了 形成一个定式 这是一个定式 对 把吃 提掉 这个定式 大家注意 这是个咔眼 咔眼就是一直也没有 还特别重 这个形状 左一个弯三 又一个弯三 黑棋两边都活了 就剩下你自己一个人 往前面跑 很孤独 跑起来 也很沉重 对 所以这个是黑棋欢迎的 王老师你看 稍等一下 你说围棋呢 应该四个字提一个字 是最佳效率 但是现在他六个字提了一个字 肯定效率就不高 而且还不活 对 所以这个是白棋一定要避免的 我们大家要注意 各位棋友 不能让黑棋这样舒畅 对 这个形不对 这个白棋的应对之策 就是别断这个 简单拖一下 断上去好像挺厉害 挺便宜 对 把别人都给断开了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亏损了 这个局部我们要单拖 对 先安定下来 单拖的用处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还要吃这个字 大家就看到了 这个局面就天壤之别了 对 它再一叫吃 直接就把这个给提起来 后保有很大的变化 对 这个差不起啊 所以现在黑棋也不能斑了 黑棋一看 你下的这么好 行 我也只有把这个粘起来了 这就形成相互间的一个妥协 形成这么一个定式 然后斑 然后连斑 符合正常的这个 赶紧做活 对 这个下法就有点委屈了 黑棋这个太厚 两边都被包了 是 是 你挤在这也可以 但是挤在这墓术也很受伤 对 被点完 一点完有关子 对 所以这个棋连斑的时候 绝大多数时间 我们都应该把它吃掉 撞 看着好像脚被吃了有点痛 但实际上你也有所得 你吃掉这个 它吃掉这个 你把这个边 刚才是黑棋的边 你现在全边把它破光了 也就是说 你得到了外边 你让它走到里面 但是因为里头 它回到 咱们回放到最初 因为人家是三颗子打你一颗子 你得到这个结果 应该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定式 但是这个定式 现在为什么说黑棋 应该选择这个尖 因为这个定式 局部虽然两分 但是黑棋把这边变厚了 也就是说它这边两分 同时它那边得到了匹底 它这有一子两用的 另外厚和厚一相抵 它这个威力就变小了 黑棋是有得的 所以我们下定式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配合 有些时候局部这个定式 虽然不吃亏 但是你放在全局看 就吃亏了 对 我觉得围棋的妙处就是 所有的棋子是联动的 对 这就是围棋的妙处 一定要考虑大局 这就是所谓的大局观 对 就是如果某一天你下棋的时候 你考虑到周遭的棋子了 恭喜你 你的棋就长了 是的 如果你不考虑周围的棋子 我就盯着局部看 那可能你还是在局部徘徊 那个速度就慢了 提高的速度 是的 一定要考虑全局 这个局部 小于虽然说这步棋研究出了正解 但是他因为这是在上海进行的比赛 所以说他就自己去了 也没有队友跟他一块摆棋 自己琢磨出来这步棋已经不容易了 这步棋他没有琢磨出正解 还是选择了这个 这个搭 这个是常规下法 这是常规下法 对对 但是这个局部 后来被一挖 这个挖是要紧 对 这必须要挖一点 这个也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说白系这部挖不成立 那黑系这个搭就是正解 对对对 是 挖 是 这个变化我觉得 好多棋友也是非常熟悉的 这很流行的 我觉得每一个高手的对局 对于很多棋友来讲 其实是既亲切又熟悉的 因为熟悉的就是很多变化一走 我也这么下过 也亲切的也是说 我都对于当中也曾经出现过 是 后头怎么样 这个都不知道了 是 好这个爬我觉得好多人都下过 对 常规下法 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棋友能知道 是下面这一手的这个正解下法 对对对 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部棋非常厉害 对 如果你要会下这一步的话 这个黑棋会非常非常的难办 就是关键之手 这个棋就是碰这个 对 这个棋下的非常的漂亮 这不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喵着这个兜打 但是它又先保留 因为你现在你自己补 显然是低效率的 如果你要在这边 胆杆在这边跟它纠缠 那么它就要动手了 对 就在一兜打 你这不能跑 特别难受 你这一跑刚好被人去兜吃 这太难受了这个棋 对 你要不跑呢 这个被人打回去 打成一坨大饼 也是非常难受 这围棋的美感完全没有了 是的 对 这部靠就是这个局部的一个杀招 对对 小鱼我想它可能不认识这一手 要它要认识这一手 我相信它不会这么选择 这个被一靠非常难受 还有就是很多棋友千来下棋的时候 不要太直白了 但这种直白下巴 这个一定要减少 过于直白 就是说你要留有鱼味 有一种疼挪 这个就太出手了 这个局部要走的话 如果当那个靠不成立的时候 这局部要走是跳架的 好 我们简单的摆一下 嗯 这个黑棋不敢动劲了 只能长 对 然后白棋贴 还是瞄着这个兜打 这个形状这个兜打就是要点 嗯 然后小鱼是怎么着也 好 这个时候黑棋我觉得要 要竞猜下一手了 要竞猜下一手 那好 对 猜一猜 就说黑棋这个时候怎么走是最佳的 嗯 是尝出来还是走哪儿 我要请棋友们去竞猜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棋 是不是跟鱼之银下的一样呢 因为下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觉得很多棋友会很困惑 是尝好呢 还是搬一个呢 还是拐啊 或者怎么样 就会有一些困惑 那王老师 你来看一下 这问题 实际上鱼之银选择的拐 他显然是不愿意被人家打成大饼 对 女孩子嘛 比较爱美 对对 在棋上也一样 我理解的围棋的美 就体现在这个棋形上 对 这个 形很重要 形状非常重要 对对对 如果你要棋形下的好 你就很难会被别人吃的一塌糊涂 对对对 行是围棋的一个核心 好 二子头必斑 这是老师教过的 好的 嗯 白皮有尝 这个 之所以觉得黑棋这个选择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头被扳得非常痛苦 对太难受了 人家永远都是 对 压你一头 走在你前面 对对对 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是人家现场 对对对 先捞掉了 黑棋还是跳了 这个跳是因为补这个段 对 这么一段 这两个子不能丢 所以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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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溃了 你吃不掉它这两个子 对对 但是这个也很痛苦啊 这个二字头被拐啊 似有这个千军之力 对 这个棋子 感觉黑棋因为那个搭了以后 这些棋子变成就委屈起来了 都走到里边了 对对对 我们就感觉到黑棋是有一种很委屈的这种情绪在里头 就因为那个搭一个选择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点这个自己的体会啊 这个我不知道各位棋友对于围棋之中的里外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啊 但是呢这个里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概念啊 就像这个局部一样 谁在里呢 黑棋在里 谁在外 白棋在外 嗯 绝大多数来讲我们棋都要走在外面啊 外面呢它的子力辐射全局 对 是永远在发挥着这个作用 而在里边呢 你不但已经效率就是这么多了 还存在着被人家杀的危险啊 所以我们这个棋啊 那尽量都要往外面下 对对 里和外 这个围棋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围棋比较哲学我觉得 对 很哲学 很多相对的概念 对什么里外啊 大小啊 死活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哲学很有趣味的 而且大家千万也不能就是 把这个里外当成绝对的这个道理啊 对 有些时候就是应该走里 对 总是在变化 大家一定要建立这么一个概念 要外 是跟里之间有区别的 对对对 我们要经常要多下在外面 对 那么它实在是一搭 继续观测它外头的这个概念 这个地方 你看黑棋如果要搬 白棋挖 对 全去包进去了 白棋沾 对 黑棋出不来头 为什么呢 你这个地方有弱点 对 将来又被一搬 你这个局部 一点 这点到穴位上 这太难受了 对 这就是有点像东西一见的感觉 对 有点像那种被透心凉 对 你这一挡被人一断 你也紧不住气 这边一冲 对对 你要沾上被人一冲 局部形状就崩溃了 对对对 这一点马上黑棋都感受到冬天了 是 好冷了 对这个非常漂亮的一手 有点凉 透湿凉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被一靠可以 黑棋等于出不了头了 太难受了 白棋就成为一个通天后室 在这边还有配合 这真是白棋这个心情太好了 苦战啊 一开始就苦战 我下到这儿我想这个李勤诚 是不是觉得这个新人王的冠军 已经招手 招手 对 当然这个比赛之前啊 这个大家也没有什么人看好宇智盈 毕竟两个人实力悬殊太大 是是 像小鱼儿她这个 她的目标就是赢一盘啊 所以第一盘一赢 她的心态就非常放松啊 对对 所以我想这个 即便是吓成这样 小鱼儿可能我揣摩啊 他也没有那么着急 他相信这些很正常的 我这个棋确实是吓不过李勤诚 我现在落后一点 可能摆到踏实了 是啊也许 这是我自己胡乱插 我觉得您分析的很到位 是后头就是越战越勇 对她就放 可以放手了 不 虽然是一个人去北京的 但是我感觉到 你在北京肯定也是给她加油了 她感受到你给她的力量 这半截新人王是在上海 对 这也是一个传统 这个新人王21届了 我印象中 基本上都是在上海 说到这个新人王的话题 王老师我得现场采访一下 就是我觉得你的印象里是参加过新人王 对 而且我参加了 你讲讲你的新人王 我参加了从第一届开始 一直下到我超龄了 是吗 对 因为新人王有年龄限制 最大是多少 女的是96年之后的 男的应该是97或者98 之后才能出生的人才能下这个 因为新人王不能太大 你像古力来下新人王 那也不像话 但是古力他的确是拿过至少一届 我印象中 新人王 周睿阳也至少拿过一届 新人王 新人王是一个非常大的练兵场 对 你当时我印象里 你曾经是经过前三名的 这个新人王 不是 比这还好点 还好点 前两届新人王我都是亚军 特别是第一届新人王比较有趣 当时还有一个30岁的 在现在不可有想象 第一届 30岁的人怎么能参加新人王 但是在当时奇界就是有这种现象 30岁也很年轻 不像现在 30岁已经不知道 就不知道 在奇上已经 不好定位了 对 没有什么希望了 对 我当时就被这么一个最老的新人王给干掉了 所以获得了亚军 当时那是梁伟堂梁老师 对 第一届我有印象 原来王老师是连续两届的 新人王亚军 是的 没有这个跨上的观念的一步 我觉得你对新人王也非常有感情 那是 非常有感情 当年在上海 一到这个时候 正好一般是过完年 过完春节就开始 那时候交通功率还不太发达 而且春运票都很难买 大家也都是使出十八万五亿才能买到一张票去上海参加这个比赛 对 能体会得到 我觉得那个时候 它是 你说第一盘它是挂在这儿的 是吧 不是 这是前面 现在这个局部它是下在这里的 现在局部 这是常用的下方 常用 对 这个就像我记得上一盘我们讲的时候说 如果人家死很多你挂进来 这个就有点太着急了 对 或者被人家拖 太厚 太厚 这样很难像 它会飞 这样 这个子 难免要吃苦头 对 还是挂在这儿比较合理 然后它是尖的 长期 这部棋 我觉得 我这个局后研究这番棋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疑问 这个棋还是应该跳 这部尖的意思是想最大限度的围这块空 但是咱们前面就说围棋里面有很多相对的 有些时候你看着速度很快 撑得很满 实际上它却撑不满 可能没有空间了 跟你的目的会背道而驰 这个局部还是应该先把拳头收回来 等你拆的时候 我再把拳头打出来 这样这块空 才能成规模 你这部想先撑得满一点 但是人家肯定不能干 小游这部跳是好气 大游观非常好 对 这部一跳 白棋就为难了 如果说你到正常情况 守这个边 那么想想 当初你应该是这样把这个张起来的 你等于是被人家跳到了一下 对 这两手差别非常的大 是 你这边得到了一点 但是这边失去了一点 你这个得到的 比不上失去的 对 所以你这部不肯走了 不肯走了 以后的这个局势就完全不受控制 这个 可以说李欣诚这盘棋 可能前面下的太顺手 顺风顺手 这下这个精神容易松懈 麻痹大意 对 对 对 这个棋真是 就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肯定是 对 他觉得我还是满满的撑住 跟这边呼应上 是 四块十卖 对 很变证 小游这部跳非常漂亮 这部棋 大游观非常好 如果说 你巡规岛就一拆 我估计这个什么网也拿不着了 这个被人一飞过来 实际上比这个还好 对 这个 是更生动了 都五路空了 对 这一跳我估计李欣诚会有点压力 因为现在他发现两难 对 现在陷入两难 是围还是去分 分头或者怎么样 最后李欣诚决定 对 打进去 但是这个棋显然 这调子有点乱 跟这边好像不能配合 对 前后有点矛盾 我觉得高手下棋 这个节奏的连续性特别重要 那节奏一乱 我觉得棋就容易出现问题 对 你这个总结非常好 真的是这样 这个所谓的勺子漏勺 基本都是出验的这个时候 对 你的这个调子乱了 对 黑漆跳下去 他小尖 小尖他是实在是不愿意拖过 拖过咽不下这口气 对 咽不下这口气 对 想这个效率高点 但是也说实话也难言便宜 你看这些就全部就是说 他的这种意境就没有了 对 完全没有了 等于是人家走在了一个阳光大道上 对 白旗呢是在这个 阳长小道上 一顿奔跑 你这个实在是很 又得小心掉下去 也跑得也跑不出什么东西来 这样比较累 对 这个节奏 我觉得很多旗友下棋呢 有时候觉得自己下棋下得特别顺 那就是你的节奏把握比较好的时候 这时候而且往往还要小心了 对 问题就要出来了 就像这个 李清成前面下得很顺 结果一不小心就出来问题了 对 好 黑旗下得就是很巧妙的 这不断也很有意思 这同样有两个断 这怎么选择呢 也能反映出双方对比者的一种心态来 对 如果说黑白颠倒一下 余志盈拿白 我估计余志盈就断上 一个拼搏的姿态 你比我强 对 我很难赢你 我现在有一个跟你拼命的机会 我把你抓住 把你这一杀了 我这个冠军又到手了 他很可能就去这么下 但是呢 李清成作为一个上手呢 他就不太敢 不太敢去跟别人这样决战 我一断是 我要把你的吃了是行 我要吃不掉呢 对 这其实也输了 所以李清成拿白棋的时候 他就会断下的 如果要换一下他可能就会 比方说李清成碰到李适时 二李相争 那绝对断 是的 这个很微妙的 还有就是有一句老话 叫争旗无名局 比如决胜局啊 或者很多的这种争旗的时候 他因为头衔啊 或者各方面 都影响着这个律师的心态 可能就会 跟平常下棋不一样 是的 是的 白棋要跳 跳必须的 这个头不能被放 对 这个黑棋还是点的挺巧 这也属于适应手 对 这是先手便宜 对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你再打 我觉得黑棋这个定型定得很井然 是啊 白棋等一样 在这个地方 对 在一个原本 没什么目处 不是发展方向的地方 没出了一块空 对 但是你的大北营被破坏 对对 这个大北营 这个一下好像就是里和外 就跟上边 里和外的一个转换 对 上面是黑棋势力 这边是白棋势力 颠倒过来 就全部都颠倒过来了 所以一般说你先赢不是赢 就跟打牌一样 是吧 你先赢不是赢 你最后赢还是赢 这个黑棋 白棋先得利了 但是后吃亏了 总体来看 加在一起 是黑棋反倒便宜了 对 王老师 现在这个局面黑棋比较好 对 王老师你看一下 有时候你看这个后市 对后市的时候 一相抵 原来那种后市的那种味道 就全没有了 本来白棋这个 都有路的地方 现在相抵了 这很有意思 这个局部小鱼占到了上风 下得非常好 好 我们看看黑棋是走在 黑棋 这部是典型的小鱼的风格 风格 跟上一盘棋下得很像 平时他这个 下快棋 骑手 他小鱼这个骑手的特点 是比较这个 下棋比较 比较狠 有股那种执着的劲头 你要一旦被他抓住机会了 他有点得理不饶人 像这部鱼就是 这个已经形式非常好了 现在 已经便宜了很多了 他还想再便宜 还要再 步子还要卖的大一点 但是你得注意 白棋这周围 人家怎么说都是后市 人家不是说孤棋 你木子这 步子卖的这么大 是要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鱼它就简单正义 这样 小平和一些 局势就很好 这就是里面这个 放鱼收的这个 这个度 这个度很难把握 但是这部棋无疑过了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对于小鱼这样的棋手 就是优点 有时候可能也是一个 制约它的一个小缺点 你说如果它能把这个度的问题 能够把握住 我觉得它会走得更远 这不用说 就是对谁来讲 这个度都是 非常重要的 特别难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对于年轻棋手来讲 我觉得它可能要在这方面 就是说 你作为他的教练来讲 肯定也希望他 能够磨练一些 这个东西都是无法教的 这只能是自己去领悟 去体会 好 这个要点 这个要点 这个我觉得李清成 觉得前期被压迫了 就要开始反抗一下 小金 下得非常好 这个攻击性也很足 对 飞过 我觉得这个棋下的特别有个性 你看 他在这下 他在这下 但是目标特别明确 下得很好的 这个 现在其实 作为黑棋来讲 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条件了 得想办法防守了 但是这个小金你看 他这个特点就是 他还 还要继续出 对对对 还要继续出 这个 这个度数的把握 这个 我在这个队里边 跟他们女孩摆棋的时候 我其实我发现 他们很多女孩 不光是小金都有这个特点 就有些时候 收不住手 他们收不住手的这个心理是什么样呢 就是 有些时候 吃了一点小亏 但是不行 我不干 我也想搬回来 我不甘心 不愿意忍一忍 很难释怀 有些 有些时候 你忍一忍 过去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就像这个地方 你现在 算了 我联络联络 确保安全 先拿先手 赶紧抢那边 还广着呢 这边 不行 我吃了一点小亏了 我还得搬回来 这下出大事了 这也坏事了 这下复杂了 这个地方 有时候应该 解明就解明 该忍就得忍 对对 白旗这个单冲是好气 这个 要打吃就酥了 打吃这些粒 这已经死了 你再冲人家都不要 你先冲 你身上没有交换 当你尝的时候 你可以从下边打 它多一些味道出来了 这个地方 把黑漆冲出两个断点来 这黑漆这个形状难受 有点难下 对 在这个时候 像刚才我说的 女孩子的 一个习惯性的 小毛病又来了 想说下说这步棋 这步棋显然 这不靠 没什么意义 人家即便跟着它硬 它也是该干嘛 就干嘛 这个没有加分的 没有意义 这步棋 你什么时候靠人家都是沾的 对对对 这步棋显然应该 先补一下 慢慢下 这个算了 这边被你冲得难受就难受吧 这其实等于气变紧了 对于黑漆来讲 可能难下一下 这个只能补断 对 这不是没有任何意义 这不被李金城抓住机会 这光光 马上反击 两打 这太难受了 这全都等于送进去了 等于人家忙里偷闲 那是先把你打断掉了 等于你给 这两个子是不能死的 因此你这个地方你走什么都不行了 这两个子 这两个子价值大于这三个子 因此你只能 赶紧要处理 气掉 那这个战斗 等于马上就亏掉了 这个战斗等于是 白漆没打一枪 这个地就全都归白漆了 这完全是黑漆请客送礼 对 大拍送 是 然后你现在当初咱们说被封进去 这个旗就有危险 对 现在这个地方危险就来了 对 赶紧补齐 你还得补齐 这个结果我觉得真是啊 这个李金城实在是太开心了 它立起来 这不立 这个地方被一 我们可以看看 这被一斑 所有的断都出现了 这一断 这没法下来 这个旗径要补去到 这一打就双打 这局部就已经崩溃了 对 太难下了这样下去 所以这立是必要的 对 这个局部等于是 于智阳自这部阵开始 兜了一圈 自己不但死了 还落了个后手 对 老师 你看我们一盘点的话 就知道 就是可能是小于这个地方 过急了 过急了 听得有点猛 没说得住 对 是的 但是呢 就是在平时在队里 我也跟他们说 这女孩子 宁可像他这样冲得急 也不让特别稳的输了 那样的输太窝囊了 你这个 唯唯区区的 步步退让 最后遗憾也不够 还不如这样冲一把 冲到一冲着 冲不着就算 对 不如这些这样子 就是态度决定的这盘棋 你像小于这盘棋 他之所以最后 还能获胜 我觉得跟他冲是有关系 我们往下看 后来他还在冲 即便这一开始失态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还会继续 非常勇敢 继续拼 这个定型 李星成开始动手了 这是白棋的权利 这个放弃了截杀 看看班利 他这个等于是 李星成放弃了截杀黑脚的权利 这也表明李星成判断形势非常乐观 当前 然后挤 断吃 然后分头 对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断也很大 这个白棋走一手就可以把这个吃了 但是这同样 这是里 这是外 对 外头发展和变数特别多 对对对 所以我们虽然实力很大 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外围 分头 我们看一下这个棋 白棋好像目前一直掌握着节奏 是 现在 这个时候 这边白棋优了 那边他要快速的定型 让棋盘变小 我们实在在看这盘棋 看到这儿就已经大家都没什么人看了 觉得这盘棋已经结束了 果然 虽然小游获得了第一盘胜利 让我们对这个比赛一下特别关注 想看大戏 但是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戏已经演完了 戏已经演完了 没人看了 对 他是走在了多少 1008 断吧 断 看一下 对 然后他长 是吧 对 对 他这儿先挤了一个 你看看 是不是先挤了一个 交换了一手 对 是吗 这地方有个小交 这是121交换了 没走 对他长了一个 他长了一个 长一个就是想要酵吃这个地方 对 吃的味道更好一些 这个冲掉了没有 没有 这个上面写的是没有 他走在这一带了 他走这儿 他现在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必须得给大家讲解 这是这番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就是下到这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棋没什么悬念的时候 李青春这部《长》随手 这部《长》和他当初的这部《尖》一样 李青春这个孩子是98年年龄段里边 数一数二优秀的 另外就是杨顶心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 他下棋特别快 绝对的数一数二的快枪手 这个比杨顶心也快得多 快就容易随手 像这番棋的上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随手导致 这番棋这个问题还是因为随手导致 这时候 这个还是李的概念 一点目数不影响全局 现在这空旷的地方赶紧定型 这属于大关子 把这个空旷的地方赶紧定型 这是优势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解解明的方法 把棋盘变小 对 这个时候白棋应该靠这个 碰一个 先在这个地方定型 白棋 黑棋无论随便你怎么硬 无所谓你怎么硬 你上班也好 我再拖鞋 你下班也好 我就退一个 我再拖鞋 无论怎么硬 这都是一种定型 对吧 保卫各方面都定型 定型完之后 你该再走 再走 对对对 李星成呢 有点想当然了 觉得这个地方 尝一个挺大 我下手一吃 对对 不到20目 18目的样子 挺大 但是这个地方他忽略了 小鱼马上碰了一个 下足好手了 他没有理他 这部碰非常漂亮的一部手机 对 定型的一个好手 这个局部你看 走什么其实都是后手 只有这一碰 对好奇 是牵手 对 你这个地方不能搬 你搬人家一断 这瞄这个大吃 这个大吃 对对 你动不了 所以你只能尝 你一尝 我就跟着你来了 一个挨一个 对他都先手 他利 往里头前都利上 这利呢 利还在这个下部这一跳 对 你不能冲 捞得太多了 你冲我这一反冲 对 你一挡 我一打吃一度过 断掉了 齐筋被断开了 你这个不能冲 这个关子可又大了去了 所以 你这个如果沾上 要是打了一盘 太难受了 太委屈了 你一走又再一反吃 空全都破光 对对对 这个利有先手 这个非常机敏 这个就是 小鱼 天才的地方 该捞的全部都捞到了 嗯 然后这个地方 看看啊 全部被白捞了 黑棋一痛先手 对 一痛先手啊 当初白棋碰 是白棋先手 这一出一入 差十五目吧 差了 美美的 这个太夸张了 十五目差不起 差了大约五六目 五六目 哎 这个地方 反正这样说的 这些啊 这个因为 黑棋虽然这个 很舒畅啊 但是白棋这个头 其实也有架 对 等于他这边的厚薄也有些变化 对 但是作为黑棋来讲 现在肯定不管什么厚薄 什么潜力了 我是空先捞了再说 我空已经差的很多了 这一票一捞之后 他就又挤了一下 这又挤了一下 对 他接下来 然后再把这个吃回来 我这个觉得 这个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调子啊 很好 白棋可能 没有想到会是 对 这种结果 嗯 本来觉得这个 时空已经 就是多了 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赢了 现在呢 时空有点紧张 他 这个时候黑棋脱先了 嗯 然后对 黑棋 黑棋也到那去捞空了 这部棋也是一个意思啊 那个虽然十八目大 但是这部棋呢 对这个有威胁 对 当前啊 即便你捞了这个之后 客户呢 还是白棋优势的 对 黑棋就像是贴不贴 我觉得还要一打吃 条件反射都会提的 觉得好心疼啊 是啊 就误术啊 就不能被提被抓的 李建成就是这么想的呀 对 但是他马上 小鱼就快速一下 这就是一个拼劲 这本身的棺子价值那个的 但是这部棋对你有压力 对你有压力呢 你有可能产生这个错误 失误 你说 咱们要简单穿越一下 假如就像 这个小鱼骑的一匹白马 急匆匆的回去抢一些东西 又急匆匆去抢 那边也不顾 就是他好几个回合 你看 这抢 那抢空 这就是一个姿态 来回抢 对这就是一种冲 冲的姿态 对 他这番棋 小鱼这番棋冲 白棋说你 你抢我那个对不起 我提了你 他提了 他提了 他也上火了 他也不示弱 如果那个再不走 就是更是一无所够 他用了好几手啊等于 说怎么被你到处便宜 我要老跟着你走 哪受得了 他爬 但是我感觉就从这个爬 开始给了黑棋机会了 后来就变薄了 黑棋跳 跳 黑棋跟他跳 对 这个棋啊 当前的局面客观而论 应该是白棋 还是白棋好 白棋稍好 因为现在黑棋啊 那个我们大致的数数目 1 10 20 22 23 25 30 30 33 34 35 30 33 34 34 14 142 再加这块 1 10 20 这块30 这70木出点头 白棋呢 1 10 11 12 20 21 24 24 25 30 40 43 45 50 60 60 白棋也有70木棋 也就是现在这个棋啊 黑棋盘面稍微好一点 那么他以后刑期的重点 应该是其中在这一代吧 看白棋的处理 白棋这呢 稍稍有点薄味 对 其实现在白棋啊 就简单的把这个补墙 嗯就可以 黑棋天木仍然非常困难 对 可以这样说 但是呢 我想这可能是 白棋走圈了 寸土不让 这是先手 你不走这个点 对 非常有力 这个点仍然成立 所以你必须得补 嗯 就是在这种 其实现在白棋啊 这个搬一搬 嗯 定型 还是一定要定型 对 但是可能 在这一段追击下 李星成可能心态上有点变化 对 他有点着急了 本来他是不着急 手中有梁 心中不慌 但是现在黑棋抢了这么多梁 之后他有点着急 这时候他吓出了这个 好像白棋在这一代 在这一代 致命的败招 他是跳的这个 对 这个地方 这个看到了 我们在观战的时候看到了这个 就听见这个训练室 轰轰突然间 起了很大的动静 我赶紧过去一看 发生什么了呢 原来是李星成打出了一个大勺子 大家都在看热闹 这一堆人全都围到电脑前看了 本来都没人关注了 这个李星成一跳一沾 他没有注意到被黑棋抢 吃掉了 这个 你冲的时候 小鱼这不跳非常妙 对 好像后退一步 但是你 跑不去了 这气潮了 我潮了一气 李星成本来 因为 你冲以为就减 然后一倒 我就断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李星成他这个 因为他快 他就容易 容易产生这个失误 他李星成的计算本来是这样 我一尝这要铺死你 对 我要搬出 你一贴 你一贴我这一搬 这不是很简单就跑了吗 我这还要吃你 或者是铺完了 强行一搬死掉了 是啊 这很多办法 所以你当心里不行 他一跳确实没有很巧妙 你要退 我这一冲 对对对 算得太好了 然后他就想着 行 我把你解决得了 我赶紧回家歇歇着去 对对 已经让你赢一盘已经不错了 是吧 估计还这样想 但是他就没想 小游戏是这一跳 对 是个妙手 这一跳之后 你再冲 再冲 你只有这一条路走 你再冲 当你再断的时候 人家直接警戒了 人家已经延出一气了 这个棋 对对 这棋经死掉 现在是变成黑棋三棋 杀白棋两棋 对 等于是 本来黑棋这个网没有空的地方 一线出现了十几幕 这个损失太大了 这个在全团都定型的时候 对 有巨厚而且 这就是一个这个 对 决定性的损失了 嗯 我发现这个高手之间的差别 它差不了这么多 差不了 它在差五幕起 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复杂了 这个局部 这个白棋的损失接近十幕 对 这个局部的损失 他可能因为当时那个 因为我看那个李清成的年龄 大概刚十五岁 非常小 对他九八年了 比小女儿小一岁 对 两个人都是希望之心 但是我觉得要说 李清成如果能够下的再慢一些 再稳一些 我觉得他 所以这既是他的这个特点 也是他的弱点 对 有时候优点 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弱点了 是是是 这个局部这个 像 我们再回放他一下 嗯 而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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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白棋就顿死掉了 实在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 一个一顿中午饭嘛 嗯 但是呢就是像这种事情我觉得 每个骑手都要该经历的也经历 它等于是它的一个成长 嗯 它经历了任何事情 它都是一种成长嘛 可能慢慢的功力增强了 因为这些功力将来也会增强了 像这个点或者是类似下下劲 或者是什么 或者那样定型 什么都不用走 把自己的弱棋赶紧补强 对对对 因为你优势下 你大多数你被别人逆转的原因啊 都是被别人盯了一块弱棋 孤棋猛攻 对对 结果你吃了大亏 你全盘都是像这样厚的棋 你让谁也来赢不着你啊 对对 所以这优势下 我们就把自己的棋赶紧补补强就行了 尤其是相对弱的棋要关照 这种点这都完全是没必要 有点欺负人了 对对 这个跳的时候还不知道赶紧回头 对对 这个完全是有点不把小鱼这个放眼里了 因为什么这确实是前面这个 太下跛就顺畅了 这个非常顺畅 下的顺畅 太顺畅了 而且小鱼走得有点臭啊 这个客观而论 这一代走得有点臭 嗯 所以说你比方说换一个高手啊 像杨顶欣之类的 我相信李医生也不敢随便点他 就因为对面做的是杨顶欣啊 对不对 你怎么对你有种无形的压力啊 小鱼这边一下这么臭了 他可能想到 因为女孩子嘛 这个棋就是差点 他就放松警惕了 结果就来欺负他了 嗯 结果这小鱼这个跳啊 这非常妙的一部棋啊 这轻轻的这一 只有这一部棋 一跳 谁也救不了了 已经没招了 这已经都 都进去了 对 尤其这一跳非常巧妙 嗯 有时候这个推啊 进啊真是相互转换的 后来这个就死掉了 这没办法 现在 它又冲出来 像这样冲已经不吃亏了 因为都已经死了 对 没有办法 对 切一切死了 要拍了一下吧 没有拍 打 对 它又压了一下 它拍了一下 然后再打 对 要虎住 对 这白死了 这个黑漆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用处 对 任何用处没有了 这是什么时候拐了一个是吧 拐了 交换了一个 对 后头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定型了 然后它是虎的 嗯 对 虎一个 你把这些跟木有关系都捞到了 这个是最大的 对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 这个时候 一般来讲应该是这个 已经成功逆转了 我们要开始守一守了 想着怎么样这个守住胜果了 特别是这种创纪录的啊 这个女棋手拿这个 男棋手也参加比赛的这个头肩战 翻棋头肩战的冠军 这是要创纪录的 这个在以前中国这个围棋市长是没有过的 那这时候还不守一守嘛 但我们小鱼不是啊 这是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还在继续冲 对还在这儿 当然这部棋又是啊很有意思 这部棋又是冲了多少过了啊 对 他这个本意是想占便宜 但是你看现在一提他反倒亏损了 对他没办法 这怎么像呢 他本意想你跟着印我再收收器 我占便宜 对 李先生那个提是好手 你要现在随便走什么 他这白棋手一搬 对 这个 等于没捞着便宜 你一张被打劫 现在肯定是不敢打的 对对对 所以说 现在 他又走到这个 对是这样 然后吃了点小亏 吃了点小亏 他又走这样 把利 我觉得下都特别紧燃 这利也是关子老手 对 吃在这被一叫了 白白的亏了 下的特别严谨 亏了一点 这个地方小鱼亏了一点 但是呢 仍然阻挡不住他的这个充实 还是继续 又到这 对对对 进攻的步伐 进攻的步伐 这就是完全是放开了 就是 优势下不手软 下的比较害 本身就是一个这个优秀骑手 必备的素质 这个跟行 下棋跟行事无关 没有关系 该下哪 哪是正洁 哪最好就下哪 别考虑这个行事啊 是好还是坏 就那样就容易换得换失 我觉得 那不管最终不是 现在是小鱼活在新兴亡 那么我相信小鱼还会越走越远 但是对于李星成来讲 我相信他也会走得越来越远的 因为本身他们的棋都体现出来了 这个 都是优秀棋手的下法 这个李星成啊 这个 他这个随手的那个毛病不改啊 他确实是有点危险 但是呢 我相信这盘棋输的对他刺激也很大 对 因为你像这个 出于成长 我们赞助商啊 这个因为小鱼进了这个决赛 已经是创造了历史了 他额外又提供了2万的奖金 对 并且说这个 如果夺冠 我再另加5万 对对 结果最后小鱼就真的夺冠了 那么这么一算 小鱼这个额外的奖利 比这个新兴亡冠军的奖金还高 新兴亡的冠军奖金是6万 小鱼最后得了亚军2万 再加冠军5万 总共13万 总共是得了7万的额外奖 对对对 这个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 对对 这一继续追击 这个李先生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一带的确是白细薄 白细大力 黑细斑 这一带的确是白细薄 对这手段都很犀利的 非常犀利 这黑细又得到了一些木树 嗯 又点方 点 这个收得很好 非常紧然 非常好 你虎 我在顶 他先手走了一下 对 然后你虎 我在顶路 对 这都非常好 非常的紧 所以你受不了 你本来常被黑细被白细扳死了 对 你现在只有虎 还一打 然后他这在先手一打 嗯 然后你一粘 然后 他说我把这个吃了 对 是的 这个地方又 又留下了一个打结吃两个 又拔掉 这个定型 下得非常漂亮 小鱼 逆转行事之后 不但是没有松手 反倒是越战越勇 对 下得非常好 竟然有序 后来这顶了一下 没有 然后 继续追击 这也是一种要点 瞄着这个 你从这个气势上就看 都是步步的追着你走 对 盯着你的弱点 一通猛攻 王老师 我觉得下到这儿 基本上可以说 黑棋应该是 赢了 对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简单的给棋友 回顾一下 这盘棋的进程 简单的说一下 好的 这盘棋 这布局阶段 肯定是白棋比较有力 但是李青城 顺利行事下 第一步随手是这步尖 尖之后 导致了这两边 里跟外的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 黑棋走到了大的地方 白棋走到小地方 转换之后 黑棋形势就比较好 但是黑棋这步调有点过分 在配合这步靠之后 这一个组合拳 把自己等于是全部给走死了 这个地方损失非常大 惨重 非常大 这个地方下完毫无疑问 是白棋有势 力然有势 白棋的败招之一 是这步长 如果现在是下面定型 估计黑棋盘面也很难有 结果小鱼这步靠 是好奇 非常精明 抢了很多地 对 一下子就使双方 实控的差距没那么大 但是 仍然是白棋优势 白棋最后 这步败招 小尖 对 白棋最后这步败招 就是点 这个地方损失了近十目 当时如果白棋在这搬 把这个弱棋走后 这也是黑棋盘面会好一些 黑棋盘面会好个两三目的形式 损失了近十目了之后 这个棋怎么着也追不回来了 而且后来小鱼在优势下下得非常好 这步靠 这两步点都是白棋的这个要害之处 我们应该是首先共同祝福余志盈 获得这个新人王 我们要特别祝福他 希望他走得越来越远 我这也希望这个新人王的冠军 能是这个余志盈的一个 腾飞的一个企业 是他腾飞的一个助推器 他别就此就知足止步不前了 对我们也希望这个李清成也是越走越远 因为李清成旗下得非常的好 对啊李清成他的旗材非常好 因为他不光是他跟别的小朋友 他有点不一样 他还是在外面正常读书 就是在这个正常读书 正常上学的情况下 能把旗下这么好 这个才能大家可以想想 那是不是一般的好 他如果能改掉他这种随手 他比较帅性的下巴 那他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一定